中国队的林丹争夺这次大师赛的决赛权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穿着黄色运动服的李宗伟 穿着黑白色运动服的是陶飞克 这也是一对老对手 不过从过去的交手结果来看 陶飞克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最近一次重大比赛当中的交手呢 是在去年的亚运会 陶飞克获胜 三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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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手披杀出界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李宗伟的状态应该说还是不错 他在前不久的苏丁曼杯当中团体赛曾经胜了林丹一场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前中国羽毛球队的领队周军灿之道 和我们一起来观看 大家好 杀队奖有些勉强 4-3 4-3 3-4 4-0 4-0 5-0 5-4 4-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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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0 4-0 2 5-3 5-0 抽满 5球 确实有比较大的回升 7.5 7.5 起拍的平球 连接的非常好 但是最后一拍 自己出现的失误 桃飞克 好 7.5 8.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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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球推出了界外 现在比分仗是陶菲克三分的优势领先 再得一分10比6 陶菲克在半场对打 也就是要拼抽快挡 这个对打的方面还是占有优势 可以说他这种打法上面呢 在全世界男单的选手当中 他这方面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失误还是稍微多了一点 依靠对方失误得分 这陶菲克往前技术好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也喜欢通过控制往前来寻找进攻的机会 我李宗伟也是看准他这一点 几次强往去铺都找到了机会 陶菲克输 对 茅根顿的问题 你好 你肯定去多打 所以也就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当你往前出手的时候 我在很大的经历我就在判断你会有号 这有好几次已经有两个球 就是在陶菲克放网之后 李宗伟因为他总想去扑 所以他往上冲的这一下启动很快 然后他过来之后发现对方球的质量很好 又到了他一个很难再回放的位置 也就是在往前处理的时候 陶菲克有时候常常显得非常自信 明明我知道你要扑 还是这么放给你 我非常自信我的球的质量你扑不着 这也是相辅相成 就是你还是技术确实过硬 才能有这种自信 然后自信又使你的技术发挥得更加好 我们记得昨天陶菲克在对丹麦的盖德比赛当中 非常轻松而比赛选的盖德 因为整个在场上 整个速度节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但是今天面对李宗伟看来不是那么容易 过去一两年李宗伟虽然他的排名上升很快 但是给人感觉进攻好像还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但是特别是赢林丹那场球发现他的正手突击 确实给林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这一点也是我本来想提到的 就是他正手这一拍 所以我们在这几次的比赛当中 确实看到他能力提高的比较大 因为这个正手他没有说 扣手他没有大转身这样的扣手 而是侧着身 这个侧着身的而且隐蔽性非常强 他出球的直线跟对角 使得对手非常难判断 那么在苏丁万杯的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团比赛当中 这个球让林丹吃了不少的亏 还是感觉他过去两年他没有这一拍 那么今年突然他有这一拍 可能是最近变成的 变得比较好 实际上他正手我过去印象当中 不管是正手和头顶 他提到的这个能力 虽然力量不是很大 但是他这种进攻的突然性还是比较强 但是没有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现在变成了特长技术 对 所以他这个正手一起跳 你就要非常小心 只能在给人家心理上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他动作很小 而且两条线都很清楚 14 7 7 15 13 17 大家看到李仲伟目前非常非常的 这个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前半场 嗯 一个是注意陶飞克的这种凭抽快打 因为他非常喜欢打这个 另外就是注意陶飞克的那种放弯 嗯 但是陶飞克也厉害了 他成名这么多年 对于他这几项特长 比如说他反拍的过渡和抽杀 还有他往前技术的这种细腻 他凭抽档的能力 还有他头顶突击对角线这一拍 都是他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特长技术 对 而且大家也都在注意他这些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能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成绩 就是我们讲陶飞克 说他打球非常聪明 同时他对自己的技术也非常自信 嗯 比赛的心态 民场的那种心态状态调整都非常高位 调球幅度高 这为了避免有风向 呃 失误 呃 没有注意到这个有侧风 这个场地不但有顺利风 而且还有侧风 四十六 几十七 七五 七十六 七十四 还是这样 还是出去 跟刚刚那个球一模一样 7-10 15-17 看网半场 正手起跳不转身 各个点都有 我们来在慢动作 直线对角 包括中路 好 好 接发球站的几乎在 站到双脑线上去 站得非常靠前 好漂亮 很像在头顶 是下网 但陶维克这些年 在后场的攻击力上 感觉比他零四年之前 还是有所下降 以前是在后场他一起跳 就像林丹富矮峰一样 基本上对手就没了 对 但是现在呢 他的这种得分能力 成功率下降 陶维克刚刚把球往空中打 也就像用这个球 测击在峰的方向 显示他非常有经验 他的抗干扰能力也很强 适应各种比赛环境的能力 中尾失误 这样陶维克获得了据点 又抢一个 好凶喔 好凶喔 李宗伟 所以这个老对手 也是研究得很透彻 李宗伟也显得非常的 想得非常 就是考虑非常仔细 也非常聪明 这个球如果一旦 你不是在地点上 把这个球拨过去 让它落下来 那么你就非常难受 19比20 李宗伟在面对对方 三个局点的情况下 现在连班两分 接把球 我们看到他站位非常靠前 基本上还是到了 陶维克这个设计的战术里面 但是他已经两次 在这个比赛当中 第一局两次反拍抽球的时候 下网 20平 李宗伟 关键球打得非常好 好球 李宗伟一个回报 机会 李宗伟连得4分 21比20 刚才这个球也是 李宗伟我发现 他对他的两个主要对手 一个林丹 一个陶飞克 这个头顶杀对角这种球 就是你什么时候会杀这条线 他很敢判断 刚才又是提前到这边办场来防 对 看得非常老 而且判断非常准确 21 20 陶维克连得5分 这样李宗伟今天一上来 在一直处于落后 但是最后五分关键球 打得非常出色 连对五分22比20上了第一局 领先然后让对方把比分追上来 心里做到有点压力 最后一个接发球 我们从细微的动作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 陶菲克在出球的最后的一刹那 稍微有点努力 做这个球 感谢 李宗伟可以说在第一局当中 也是打得非常耐心 非常顽强 面对强大的曹菲克 他也一点都不示弱 而且在比分一直 摇得很紧 最后在关键的时候反超 李宗伟还是第一局 他的好几分关键球 他拿得比较好 也像这个正手往前 铺对方放网这一派 起码破了有三个左右 对方在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你包括后面 陶菲克在处理往前的时候 那他就要小心 有所考虑 对 他可能就要要求 就要更高一些 我不能离往太高 那么而且可能在处理的时候 可能一光还要再注意 陶菲克是不是在往前 李宗伟是不是很靠近往前 这样的整个因素综合起来 对于他在处理球的时候 他的这个压力就无形的就加大了 心里想了就多了 对 我可能陶菲克面对这个 虽然他是说李宗伟跟他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缠的对手 那今天看看他能不能够扭转这个局面 这些人打球就是这些顶尖高手之间打球 有时候也就是看那个状态 其实他们期战公司水平真是非常接近 要看这个比赛当中他的状态心态 当时怎么样 对 一次比赛可能会有一些输赢 就是但是人家很难说 谁就一定比谁强 三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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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准备 三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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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之后判断弱点非常准备 很准备 这次比赛对李宗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热身 因为下个月的世界锦标赛单向比赛 将是在他的主场在马来西亚进行 如果他在这次大师赛当中打得很好 会对他这个信心真是要用爆棚来形容 纯粹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看 在顺风的场地应该扣球 虽然说你可以力量可以加大你的力量 但是在角度的掌握上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你如果压得太多容易下 你如果不压 那么这个球可能直直飞 飞到主线出界 所以在手腕上的控制是非常关键 我们看到这头顶区的这一拍又刹出了边线 那么本身现在对手给陶飞克这种机会就不多 在今天比赛到现在他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一个杀球下网 一个出边线 一个被对方防起来 陶飞克在防守的时候 出了接杀球当网 那么如果一有可能 他就喜欢把这个球平抽过来 形成这种平抽快达这种局面 打开过度 打球跳起来 打球 拦掉 6 7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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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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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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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7 7 8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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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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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防守的时候 陶飞克早有准备 球边线出现 陶飞克的这局主要还是失误太多 所以比分没有能够领先 今天感觉到陶飞克对侧风的掌握 稍微好像比昨天来讲要差一些 11比9 陶飞克领先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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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接着来看陶飞克和李宗伟 第二局接下来的比赛 李宗伟是先胜一局22比20 这是第二局 陶飞克暂时领先 12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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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是确实回放的非常贴网 不太好 好球 进攻能力 确实 确实很有威力 跳起来 而且你这个在弱点上很难判断 这样就给防守 就增加了非常大难度 玩意非常快 从这个男单的争夺 要想成为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 进攻能力 就是你在这个层次里面 还是要比别人要高出一截 起码你后场一起跳 让对方觉得害怕 要有这个能力 才有可能去争夺世界冠军 没这能力 人家就算往前或者拼抠打 没你好 我挑起来防你一块再打 你得分就很困难了 你没有这种杀手锏 有进攻的武器 得分的武器 那么你只能靠拉掉 目前这种事件 以谈的男单这个项目 几乎是没有说 你能靠拉掉 你就能拿冠军 对 60间内 中尾连续得分 非常保护自己 靠身体的部位 我们看看这几个球 都是陶皮克连续的 把球 突到李中尾的身上 李中尾已经早有准备 所以 非常的快速的 我们所谓的回头球 就是你来得快 我回头更快 直接到你的后场 有前阵的假冬播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真的是四阶级水平 看来看一下 掉往前 一平 然后出手这一下 要很快 不但是假动 而且在节奏上打乱你 因为这个球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的时候 李中尾这个脚已经不定 可是当你落下来的时候 这个球才过你 所以你就几乎就站在原地 动了动了 如果往前球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确实已经是 就非常的完美 而且还有一点 刚才这个球拍数也挺多的 咱体能已经有一定消耗 有很多人是在揭发球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个假动作 准备好的 哇 又来了 这个正手点杀批杀 结合的很好 好像我们刚刚提到李中尾这个特点 还在几分钟以前 突然他又来了一个 他这个技术确实对对手是危险很大 他这个动作很小 关键是他不转身 所以你好像觉得好像 他力量应该不会很大 而且呢 可能容易判断 可是可能就是说 你整个一看到他正手这么起跳 你这整个准备自己自然会松懈下来 但是他实际上他出来过来的球 非常速度非常快 哇 追身的球连续防起来 但是在平球场当中 今天李中尾也不是说下风很多 我起码能抵挡一阵 对 挡不住 抵挡不住的话 我一个软挡 然后又改变一下 那个节奏 能缓一下 而且我这软挡呢 也不是说你一拍能铺的失误 看起来好像离网有点高度 但是如果说你太用力 你可能失误 然后说你不是非常用力 那么我早有成功 陶飞克有时候他能够在场上 做出这种变化 他确实脚下还是很快 对 他总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这个位置 看陶飞克这种 他步伐的移动 他实际上他比对手要省力 因为他判断非常 对 非常比较轻松 主要是因为他判断的非常减确 这样呢 就省了你很多这种 你跑的那种燕网路 我们可以这么讲 18比16 还是陶飞克领先两分 黄的漂亮 李宗伟也是追求这个高效率 他不想挑起来再让对方打 对 小爷也就是在这 我节奏慢一点 看你是不是启动向后去抓球的时候 我回放一个往前 陶飞克很有经验 在这不动 李宗伟再回放这个球就很难了 19比16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明年的奥运会 这个签也能抽成这样 那奥运会的这个羽毛球 男单比赛将会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是 可能将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届 可能从第一天就开始精彩 看来还是要把这些高手 给拍到一个半区 比较好看 呵呵呵 1916 比赛接着进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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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一个反派的招球 这个球出的底线 这是比赛的裁判长 放网好球 到了 还在往前做出一个放网的这种假象 等你启动之后 利用手腕上的动作挑到后上 获得了局点 前期 game for one 好像跟第一局的情势一样 20比17达到局点 没错 那么看看陶飞哥在第二局是不是能够顶得住 还是说还是闹李中伟连得五分 你给我再得一分 19比20 这分很关键了 要是再打平陶飞哥心里要有想法 对 哎呦 好球 突然一个变化 卡菲特这个应变能力还是不错的 挑起来注意防守 下中路放网 卡菲特连续稳健的防守 起球 犯网 没有错 自己输 20平 又出现了和第一局一样的局面 如果李中伟再得两分 那么陶飞哥就这样遭受跟第一局同样的命 有时候也不相互 对 嗯 那陶飞克最后这个处理球的时候 也是看他心里上确实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对 不是那么坚决果断 哎呦这阀那么高 这是李中伟给对方一个机会 大球发太高了 这个球如果像上一个球那样 突然就发一个后场 我觉得肯定效果会非常好 因为这个时候 陶飞克实际上是对你心理上的判断 因为你前面发了一个后场 嗯 这个球他估计你不会发 所以呢 整个中心都移得非常前面 下球陷了过场 陶飞克在这种关键时刻的判断 还是很准 同岛很冷静 很清醒 22比20相同的比分 两个人各胜一局 和林丹对鲍春莱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一样 这场 陶飞克和李宗伟的对话 也是要通过决胜局来解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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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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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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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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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